大家 今天是3月5號 星期四 股市還是有一點點的波動 不過相對來說 好像是有一個錯誤回穩的走勢給我們看到 昨天晚上 美股上升了1173點 的確是比較亮麗 可是對香港來說 那個刺激 好 可能還是不算太多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 那橫森指數先高開126點到26348點 往後就一點點的反覆 曾經一度低限26315點 可是沒有他帶著壓力 還有騰訊跟幾個南籌 又再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直到目前為止大概4點鐘左右水平吧 指數曾經一度高見268805點 那等於說 這個穿了這個月的高位 同時也回升到10天線以上 那這樣子我們這樣看 首先 指數之後 文首在10天線以上 再進步往下推一定是20天跟100天線 那等於說 暫時整個股市已經擺脫了進一步下行的走勢 這個應該可以看到的 第二 這個月暫時來說是一個先低後高 低位是昨天的260038點 高位暫時來說就是幾分鐘見到的26805點 那等於說高低位是在兩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可以跟大家說的 一個月的高低位是絕對不可能在兩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還有767點的波幅也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那這樣看起來很簡單 現在距離那個低位260038點好像比較遠 而且指數也回升到10天線以上 那變成來說這個先低而後高的走勢 可能會變成後一個階段股市再進步往下推的一個理由 當然一個月的波幅不要太多 我想這個月大概是1200點好不好 算一算 1200點也是低位在260038點的 高位一定是在27200點左右的 當然這個先低後高的走勢應該是最低限度保持 要保持這個先低後高的走勢有一個條件 指數一定要穩守在10天線以上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再看一下美國下調的利息半年 對股市來說有沒有太大的刺激 第一個交易天根本沒有 像前一個交易天美股回調785點 可是到昨天股市居然上升了1173點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也明白 那道行市指數從2月12號的高位 29568點的開始下調 到2月28號的低位24681點 在短短13個交易天已經回調4887點 這個幅度是蠻厲害 而且也超慢 所以變成後一個階段股市 隨時會出現一個反彈 就是沒有什麼理由而已 好了 第一天大家還是看一看再看一看 見到它跌不下去 第二天相信了 就稍微有一點回補的買反出現 不過當然最終還是要看看 整體的經濟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股市美股現在只是一個反彈而已 並不是新的那個聲浪的開始 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收到這裡 啊